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 又回到MIHK的《紫恩塔罗》 上一集讲到很多魔法的事情 上一集有预告到 今次要讲的是Tantra 即是声治疗 又是什么 你怎样译呢Ruby Tantra 中文两个字不太懂 谭吹那只译就是 但很多人说是跟性有关系的一个 如何联集去提升我们的灵性意识 是的 用性去提升灵性意识 我知道Dr.Shay是一个性治疗师 即是一个 很像是性治疗师 治疗师 这方面我认为很有兴趣 很想知道 多一点 Yeah so let's get into Tantra Tell us more about that What is that actually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谭吹 So there's a lot of misconceptions about Tantra There's been some very bad documentaries on TV Again by people trying to reinvent things If you go back and you have a look It's an Indian tradition A Vedic tradition It's also a Daoist tradition So it comes through two streams Essentially what it is Is when a man and a woman come together They release enough energy to create a new life Not every time you make love Do you want to have a baby So But you can use that creative energy To create other things in your life The energy comes from the female orgasm Being able to release that female orgasm Which during times of patriarchy Was very neglected So we lost that magic So being able to attain that female orgasm And release it in a focused control fashion Allows you to magically create things Very powerfully It's one of the strongest forms of magic We can access very easily in our day of life That's not too much for you one go Yeah She says Tan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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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一起的時候 他們一起很集中 可以釋放一股能量出來 那股能量可以創造新的事 新的生命出來 如果適用這個方法 是一個創造的過程 所以你剛才提到的女人和女人 所以我們怎麼使用這個能力 你說不每次我們做愛 我們想要做新的生命 所以我們怎麼使用這個能力 在我們的生活生活嗎 還是我們怎麼使用這個能力 我還不明白 好 我問的是 我們很明白 性能量 一男一女 產生一個很大的能量 令到形成一個新的生命 和剛才老師說到女性的高潮 也是一個很大的能量 這件事 我們其實是 我們怎麼使用 因為剛才我們也有說 每一次你發生性行為的時候 你都想要生一個嬰兒 這個能量 譚春是幫我們 是否用這種能力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怎麼用呢 第一件事 對 其實談吹這個方法 其實是一個魔法的技巧 其實在傳統來說 其實是父女 女人傳給女人 你要學 要玩一個女人 即是懂的 來學 你會見到有一個男性 會有一個男性來教 現在可能 有時新聞會說一些 不知道什麼教派 是由男性去做主導的 就是騙人教 騙人 所以我可以不去接受訓練 對 對 有很多工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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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也是雙人的胃脊口 真的像女生可以突然把胃脊脊離 但男的胃脊無法讓她的胃脊 你明白嗎 意思是男女做愛的時候 那個男人要懂得把他想釋放出來的精 要懂得把他保留在他的身體 變成一股力量 要幫助那個女人達到高潮 把那個能量很大釋放出來 他如果懂得保留在他身體裏面 其實他對他的身體是好 而且他寿命會比較重 很像我們中國道家 不管培員的感覺 對於那個男生來說 自己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對於男性來說 對於他來說 他要做女性 幫助女性 幫助女性 把高潮發出來 但他自己要懂得保留在他的身體裏面 對他自己都是好的 對他自己都是好的 對他的身體各各方面 因為一般來說 很快就搞掉 即是就沒有了 但是他說 如果你是懂得保留 對那個男性來說 可以重受 可以身體健康 健康 好 所以在想要做的事情,你会想要做的事情, 例如你会想要做的事情, 要求你会想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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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容易有发生的事情, Ronda不在这一切, 因为她想要它要做的事情, 要求它要在一个大量的市场, 但是这些事情, 如果一个人会被人的执行, 他们的执行太多的政治, 如果是很有意識、很懂用這個方法 你想實現什麼都可以的 因為你要集中你的精力、你要什麼 所以現在說他跟他的partner 他們兩個的生活很好 因為他們很有意識用這股能量 所以要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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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a club in Europe and it began when they opened up the spice trade to Asia and people started to learn the Asiatic tantric techniques the Daoos techniques, the Indian techniques and this club in Europe called the Hellfire Club they call it the Hellfire Club because the church went you're practicing pagan things it's not from our church or going to hell 所以叫它《HELL FIRE CLUB》 而在那裡,他們花了錢去 explore the world 他們給了女人的票票 因為它是很關鍵的女人 因為它是很關鍵的女人 所以他們改變了女人 《The Gentleman Who Discovered Australia》 是在《HELL FIRE CLUB》 有很多好東西 都改變了世界的世界 像《Benjamin Franklin》 《Invented Electricity》 是一名的《HELL FIRE CLUB》 《Benjamin Franklin》 有很多關鍵的唐人的唐人 所以在那裡,在那一群組 在歐洲,有很多好東西都會出現 然後有很多故事的故事 在印度和其他地方也有 是否太多? 讓我看看 他說,在歐洲有一個俱樂部 以前俱樂部是用談吹的方法 他叫做《HELL FIRE CLUB》 就是地獄 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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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他們叫做地獄 因為很多教會的教同說 這是跟魔鬼交流的 所以不好的 但是他們這個俱樂部 既然可以收到很多錢 然後可以幫女人 把女人的地位提升 可以投票 然後他說 Benjamin Franklin 這麼說明,他發明電 這些 他為何可以做到這些? 其實他就是要練習這些 然後他說印度 很多古老的人都要練習這些方法 很多古老的人都要練習這些方法 他會變成神自身 這個要翼 這個要翼 這個女人最成功的因素 就是要把女人當作很神聖 一個男人最成功的時候 對 如果這個男人 他自己可以找到很神聖的女人 他自己也會找到自己的神聖 對 對 對 你也是很神聖的 一個男人 如果找到自己的女神的時候 對 其實他也會找到她 他也會變成神聖 神聖 神聖 非常好 所以 我的問題是怎樣 我只是在這個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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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 這樣 這也是 這是 非常好 對 其實 我們 披營 成一横 加藝 плюс 我們幫助 女性上的同事也想到女性上的同事 如果我们一起支持我们的同事 会否只有女性会有多大学 我认为在世界上 而且尔西亚变化更加西典 我们人们忘记了 女人都忘了有多大力氣和有多大力氣 所以我們必須重新建立 我感覺到 之前他們可以回到自己的關係 保持自己的力氣 下次會搞一個Tantra 專門請女性來參加 讓女性比較有信心 才邀請他們的拍檔來 大家會比較容易放開 是亞洲人的問題 是亞洲人的問題 剛才我想知道 只是女生學了時有沒有用呢 老師會說 尤其是在東方 讓女士覺得比較打開對於這個話題 自己的力量 知道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力量 才再進一步 請他的伴侶一起上課 這個面向 我自己真的有一個感受 我當初去到Ruby的上環 聽Dr.Shay的第一個intro的時候 他講到今次來的其中一個workshop 就是Goddess女神的workshop的時候 其實當初我看到 我不是太有興趣 要當自己是神 很討厭 港女 是的 那些東西好像有些問題 但聽樂原來是另一件事 其實或者老師又講少少給我們聽 I actually am telling the audience that about the goddess workshop that inspired me at the very intro I thought that Goddess is like narcissism something sounds like to me It sounds like the opposite of ego doesn't it of no ego but after the intro I start to not just understand I feel myself differently I feel myself differently that I'm okay to love myself to be a female that's what I to be divine to be divine to be powerful that's what I share with the audience that I would love to have you tell us about some more about the goddess we do the goddess workshop and we're going to do that this Thursday at Ruby Center at Reflection Center but it's what we do is we address 40 different goddess archetypes and just in a nutshell what the workshop is about is finding first of all a goddess archetype that you can identify with because there are I mean women have part of that ego we were speaking about before some women their ego is a very bad picture of themselves right um like it's very hard to find a woman who believes she's beautiful anymore but if you ask them that every woman's beautiful isn't she yes he's not going to say no with three women her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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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the point that's the point with three goddesses here so um yeah but you you everything in our western society at the moment from our advertising is bombarding women with insecurity taking away their feeling of being a goddess right and really when you look at the archetypes like the catwalk models right they they in 1920s in the 1920s all those catwalk models the big houses in europe were all run by gay men and they were there male gay lovers young boys that were a lot of those fashion and we've retained that very straight up and down incredibly thin archetype as our fashion archetype which no woman can attain because it's masculine at least not easy i'm very sure no we can't we are we have to have a bottom we have to have boobies right in the 1920s it was like they wanted to have no boobies so that their beads would hang straight you know and they get so upset that their beads wouldn't hang straight because they had breasts so they would strap their breasts in and try and pretend they didn't have breasts so they could look like the fashion archetype so that you know and fashion quite often tries to get women to deny their femininity perhaps the only good thing that's came out of the whole kardashians and things like that is women are allowed to have curves again so you know this is really interesting because i started my career as fashion designing right that's why i have that feeling as well um it's it's actually more pretty without breast it's it's prettier yeah to me yeah i have that belief yeah ask any man he will say they like them so it's not true sorry that's so long sorry that's so long 就是他说这个guardess的工作坊里面 是我们去研究探讨40个女神 他们的特性是什么 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思维 想想想 他们才会identify 跟他们指定 是哪一个是跟你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他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广告 是令到很多女性是没有安全感的 有关系的 就是你说很多人 很多人把女性看到 只不过是一个好像很肉的人来的 他说在1920年代的时候 很多那些没得而走的时候 其实都有些是肌泥的 因为他们肌泥是没有胸 是因为当时那个主理服装那边 这个时装界那些人 有很多是那些 男性戀的男士 他们就喜欢笑男的 就是很平的很瘦的 所以那个就成为一个风尚 所有的没有 第二都是 都是平的很瘦的 我跟他分享 我自己都是读时装出身的 我都完全是相信 就是越平越漂亮 就是平平瘦 扁扁扁 总之就扁扁 一块板就中了 就是很漂亮 其实都是一种的信念 我发觉 都是一个信念 都是一个信念 看法 You are such a good Thank you Ruby You really are Thank you Ruby That is so so long Right Yeah It's not easy Of course not Yeah 还有这个说好笑的 因为刚才Doctor说 是他说 那个我将女性投射 刚好我昨天在网上看到一个 就是 传媒者为什么要 create一些 image出来 因为他说 他们去做一些 所谓的beauty是什么 大众就会去follow 我叫beauty economics 大家就这样做 但是慢慢这一两年 开始有些广告商 就会再 dick out 他说什么叫true beauty 是真是beauty react你自己的 不要再相信advertising 这样 所以很多女性就失去了 概念她内在的美 嗯嗯嗯 是 好 They make money They're making women insecure 是 So sad 亦多女性没有安全感 他们就会化更加多才 嗯嗯 And there is a goddess archetype for everyone Whether whatever age Whatever body type There is a goddess that suits that 嗯嗯嗯 And you can find who that goddess archetype is And if this is a goddess you can identify with 嗯嗯 And she will lend you her power Until you get your power back Right And eventually you stand in your own power As a daughter of the goddess Yes In your own divinity 就是看看哪一个女神 女神跟你比较合的 那你就可以学习她的 她的方法 学习她的思维 中 当是你自己的力量 那你就可以站起来 就是为自己 为自己 站出来 慢慢去表达自己 In that case Those goddess are real? Are they really exist? That 40 40 goddesses Goddesses Are they really exist somewhere As a spirit? If you look at the universe There are certainly parts of the universe That has personality This archetype is there And life is not what Solely what we believe it to be Science is now starting to expand It's idea of what life is But these archetypes in the universe Are real They take an interest in us And they are alive So it is a force of the universe That has personality We can identify with 其实这个女神 其实在我们乙族里面 一股力量 是表达方式来的 而这些女神 每一个是有她们自己的性格 我们就跟她们看看 哪一个是比较合适合我们的 所以曲实是存在的 曲实是存在的 其实是一股力量 一股能量 我非常相信这40个里面一定会有观音 I'm pretty much sure that Kwan Yin is within this 40s Yes Kwan Yin Yes so good So yummy 但是观音 有些人说是男人 她的形相可男可女 你讲到这一个部份就非常之好 我想起 差点忘记了说 Gordess Workshop 男人都可以上 亦都 encourage上 其实我们都会有同学 将会有同学是男人 You are inviting him Yeah we invite you to join the Goddess Workshop as well Well he just mentioned that Somebody say Kwan Yin is not a female And then I said This is a good point I want to mention that Gordess Workshop actually is very good for a male as well Oh yes Yes Once you understand that the female side of your personality And I tell you what It's always good for a man to come to a workshop and be surrounded by women 欢迎你来啊 全部好多女性 инfte绍 笨 最遍 就是 本 consisted ��